兔兔发菇叫成来了 0.7厘米宽的钢圈发菇 用扭棒缠绕包裹 先将顶端包裹起来 接着就并排绕圈 收尾和接头的地方都涂一点胶固定 可以先包裹两头 再包裹中间部分 缠绕完整个发菇 检查处理一下扎手的地方 现在用五根扭棒来做一个兔耳朵 终点处对折 取一根穿过对折的扭棒 扭两下从两边合下来 顶端保持圆润 不要捏尖 扭棒整理平整 中间两根量出12厘米 交叉扭两圈 尾巴打开 一边并排合拢 尾部收拢 捏紧 两个尾巴扭起来 同样手法把另一边也合拢 扭起来 这样的兔耳朵根部平整 没有大疙瘩 上面刮一刮 耳朵更饱满 立体 用白色在边缘做个撞色 顶端涂一点胶 轻轻放上边框 两边各涂一点点胶粘贴 耳朵翻到背后 白色边框尾巴留0.5厘米即可 背后涂一点胶 把边框尾巴往上折 剪掉两边多余扭棒 做好两个耳朵直接打胶粘贴在发箍上 两个耳朵中间间隔4厘米左右 打胶之后要用力按压一会儿才牢固 最后加上一些自己喜欢的装饰 也可以加个彩色灯串 可爱的兔兔发箍完成 装饰的蝴蝶结和小花朵可以看下集